快还是慢 你的感觉快 但是如果说在这些高阶雾影的研究人员来讲 那一秒钟的时间非常非常非常短 因为他们都是在玩这个 所以说他们都是在玩几个micro system 几个micro system这样子 所以说一秒钟对他们来讲非常非常长 如果说他发现一个现象可以持续到一秒钟 说不定他们也拿洛贝尔加 所以各位听过说 我们现在发现原子里面除了有电子 有直子以外 那钟子里面还有这个子 那个子都是东西 那个东西出现的都是被发现的时间 都是micro system 也就是说比人根本看不到 都是机器在帮你看 然后机器跑出一个结果以后 你看你看你看 发现一个问题 他人看不到看不到 那好 光好一万年 请问这个时间长它是什么 长得不得了 对不对 我们人大概我一百岁多 你叫人瑞 是不是 但是在整个宇宙来讲 这个一万光年是非常非常短的时间跟短的距离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 我们今天讲快慢 我再强调一次 是以我们人的感觉来看 它快 也慢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既然有快有慢 那快有我们就希望它能够慢 慢 慢 就希望它能够快点 这都是基于人想去做一件事情 叫做 控制 很奇怪 人就有这个本性 都喜欢控制 希望这些东西 能在它的控制之下 能够去进行 那有一些呢 因为太慢 人就等不起了 所以说就想尽一切的办法 来使它加快 那有一些呢 太快 人控制不了 所以呢 就想尽办法 叫它 慢 然后 在这种状况下面 人就可以去控制 所以 在这种状况下面 人也是 仅仅为了这件事情 去讨论所谓 反应速率的快慢 好 我们来看反应速率的 影响因素有哪些 这一些大概 各位能够 理解到一个全部就可以了 第一个 龙部 如果说今天我们 正在第几页 应该是十五 好 第一个是龙部 各位有没有去 有没有去 不管是用飞镖去丢气球也好 用空气枪去打气球也好 或是说用球去砸球也好 有没有玩过去什么老街啊 什么什么带水啊 有没有 有 好 那今天如果说 一个转盘上面 它挂了十个球 你这样第一根飞镖丢出去 重的几率 高二十滴 高 高 等你这样子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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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只剩下最后一颗球了 然后呢 你就一直丢 一直丢 一直丢 那请问重的几率高不高 低 低 为什么低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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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一个 本来有十个奖南京的 你避得 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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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想说有没有 有可能一次直接打掉两个 可能啊 哦 可能啊 那叫歪打正早 OK 好 那在这种状况下面 好比说我们 这一班人 全部聚集在 这个 房间里 然后 外面有人 丢个球进来 打中我们的几率 跟只有这边一个人的几率 打开会高 很多人 很多人 高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 所以说 所谓的 浓度 也就是说 它的东西比较多 所以说 它可能产生的 碰撞 碰撞几率 就大 对不对 是不是 那碰撞几率大的话 就是大家碰在一起 度有 那在这种状况下面 它就比较容易产生反应 对不对 是不是 那如果说 在一个秒无人烟的地方 你一个人在那边 跑一会 半天碰不到一个人 但是说 如果说 今天去参加什么城市马拉松的话 你不跟着大家跑去乱跑的话 你就到处撞人 因为大家开始的时候一大部分出去 所以说都是碰撞几率的大扫子问题 另外一个是温度 温度会比较少 温度会比较少 自律 八杯 差不多了 天很冷的状态 你会比较少动 还是说天比较温暖的时候 你会比较少动 天气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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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子的运动速度 地 rely 资体 八 當溫度越高的時候 這粒子的運動速度就會越快 當它越快的時候,它撞擊的力道會越大越小 因為大家都那麼快 反而越速度會更快 所以說我們講說 在我們理論上面 在負273度C的時候 這個時候所有粒子 包括電子的運動速率都等於 也就是說所有東西都不動 那所有東西都不動了 它會產生反應嗎?不會 當然我再強調一次 這個溫度是計算出來 這個沒有辦法做十倍 所以當我們講溫度高低的時候 那這就是代表那個反應器裡面的這些所有的粒子 溫度高還是跑快 溫度高還是跑快 那跑得快 兩顆 如果說你們走路 越南那天已經經歷過一次 你們今天騎車來 你們準備要去啟動駕的時候去騎車站 對 OK 你騎車騎得慢撞到強 跟騎得快撞到強 請問他們接過什麼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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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定格今天再挖小壁去麥胡 我发现这边是莫补肠的 对,我会很高兴的,我会挖小壁 然后我会吹肠子 好,然后我们有个老师会吹速度的 你什么都会 我会吹肠子 有一个老师 吹风 不是吧? 吹风会吹肠子 好,那现在我会吹肠子 好,你会吹肠子 定格今天这个小壁星 很可爱啊 拉出的声音很美妙 对对对 然后 他看到苏大宗 有一天也不高兴 然后就拿那个小壁星 这个背面 蹭,翘的 然后再隔一天 看他更不爽 就拱打一下 第三天看到他更不爽 吹肠子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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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小皮鸡会准备 他只要倒ese 对 没有 当我们在讲温度的影响的时候 是影响到它粒子的运动速率 它的速率越大 它撞的能量就越强 然后它撞的频率就越多 对不对 是不是 它撞一次没反应 它撞两次 它撞三次 温度越高它跑得越快 它撞的几率就越多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说它的反应速率就会越大 第三个是力气 我们讲一个乱枪打脸 或者说散弹枪 我们讲一个乱枪 就是它长的是什么 嗯 嗯 我觉得 嗯 就是它会被闪的 就是 噢 就是它在我家里面会 就是喝小骨蛋 然后打出去的时候会爆开的 我知道了 不是 进去 进去 你跟我讲 啊 不然就远远夹 真的 你远远夹 你远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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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那散弹枪的口气都比较大 对不对 噗 你枪打出去 然后这些小骨蛋就会去 就这样 啪 对出去 所以说 欢迎打的人就这样 不打片 噗 如果说这比较大 就是真的一颗大 噗 好 那各位也知道说 子弹 对不对 那子弹的话 这边 手枪子弹 这样的颗 他打出去 那在这种状况下面 如果说 我今天要去打秒的话 你认为用手枪打 有几率高 还是用散弹枪打的几率高 散弹枪 散弹枪 对不对 那为什么散弹枪的几率高呢 因为他的力竞比较小 数量比较多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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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打几率高 烈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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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烈枪有两种 一种是打 打千万 一颗 但是烈枪 没有人散弹打 好 我们讲力竞 好比说 一个东西 一个东西 好比说这个球 今天 我如果说要打到那个洞里面去的话 我必须要丢得很准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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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会一直打那个洞 那如果说是 满个墙壁都是那些洞 随便这样打过去 几乎都可以打得进去 对不对 所以说在这种状况下面 当他的力竞小的时候 他会产生一种状况 碰撞的面积大而小 碰撞的面积大而小 可能碰到的面积大而小 好比说 好比说 讲反应 讲 讲力竞的时候 一定会 一定会讲这件事情 一定会讲这件事情 三乘三乘三 然后呢 我们把它均正 把它全部变成 一乘一乘 全部把它变成 一乘一乘一 一乘一乘一 全部把它变成 在这种状况下面 他的表面积 是不是 三乘三 乘三 乘 乘 乘 对不对 是不是 三乘三 三是一个面 他又有六个面 对不对 是不是 好 九六五十四 对不对 那如果说是一乘一乘一呢 一乘一乘六 但是有几个 这个很简单 这个约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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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三九约掉 这边还剩三 对不对 是不是 所以 它会比它大 三倍 也就是说 它的表面积增加了三倍 它表面积增加了三倍 表面积增加三倍的时候 就代表它的反应速率也同时会增加三倍 我再讲一次 就是 当表面积增加了倍速 当表面积增加了的时候 它增加的倍速 就是它反应速率增加的倍速 那任何一个表面积都 它本来是一块 你把它磨成细粉 那在这种状况下面 它增加了十倍的表面积 听清楚 它增加了十倍的表面积 那它的反应速率 意思就是增加了十倍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 因为你没有办法去计算 对不对 是不是 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去量测 因为它并没有给你相相关的一些 状况跟数据 对不对 但是 当它告诉你 各位请听清楚 当它告诉你 表面积增加十倍的时候 意思等同于它的反应速率 可以 可以 增加到十倍 有一点点这样的概念存在 所以 为什么 表面积增加以后 它的反应速率会变快 是因为它碰撞的面积变大 碰撞面积变大 跟这个 碰撞的几率变大 是不是一样的意思 跟这个意思也是一样 对不对 这些 这些都是碰撞 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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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在碰 所以说化学反应原则上 你不碰的话 就 没懂 压力 当压力变大的时候 当压力变大的时候 请问 什么东西 可以被压缩 是气体呢 固体呢 还是气体 气体 对不对 当它气体被压缩的时候 是不是相对它的密度变大 本来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 密密空间 密密空间 然后呢 它的体积呢 现在变成了一半 它的密度至少增加一倍 因为里面东西没有变 体积少到二分之一 是不是 它的密度至少增加一倍 当它密度增加的时候 请问它碰撞的可能性变大 变大 碰撞的可能性变大 所以说它的反应速率就会变坏 了解这意思吗 可以接受吗 都不可以 行了没有 意思都行 好 这一种呢 又是碰撞 对不对 好 第五种呢 我们讲说催化剂 催化剂这个东西 有两种意思 一种是使它变快 一种是使它变慢 我们身体里面有很多的催化剂 这些催化剂呢 也可能使你变快 反应变快 也可能使你反应变慢 好比说 郁浩刚刚是吃走蛋 好 好 蛋里面呢 原则上有很多的 电粉 电粉 哈哈 看 电粉这个东西呢 到了我们嘴巴里面以后 我们嘴巴在阻绝的时候一方面使它立即变小 对不对 好 然后呢 使它温度变成适合我们身体的温度 是不是 你烫的 在你嘴巴里面 搅搅搅搅搅 好 好 然后呢 另外呢 我们的过意里面有很多的电粉 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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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母師長都告訴你一件事情 吃飯的時候要怎麼樣 細嚼慢驗 為什麼要細嚼 就是因為說 使你所吃的東西 能夠跟你脫衣裡面相關的一些催化劑 能夠相結合 做一些初步的分解 這就是增加他的一個反應速率對不對 是不是 那另外一個呢 對 對 對 好 好 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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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說氧氣的製造的時候呢 我們都是用雙氧水 雙氧水你放在家裡面或放在瓶子裡面 它也會慢慢的變成氧氣跟水 所以說你雙氧水放久了過期了 不能用 沒有效果 但是呢那種的反應速率你看不見 感覺不出來 所以呢就加了一點惡氧化膜進去 加了惡氧化膜以後呢 這個雙氧水分解就很快 很快以後呢它就可以讓你感覺到說 喔!有氣體產生出來的 然後你就可以用眼睛去觀察到說 喔!雙氧水可以分解成氧氣跟水 對著氣體跑出來 當我們不用雙氧水的時候 當我們不用雙氧水的時候 它是會依照綠色的線來走 當我們使用雙氧水的時候 使用二氧化膜的時候 它是走白色的線 因為雙氧水是固定的量 所以說它產生氧氣到一定的量以後呢 就不再有變化 這就是所謂的催化劑的影響 這就是所謂的催化劑的影響 我再講一遍 催化劑不一定通通使它變快 有些催化劑也會使它變慢 我們中文翻譯都叫催化劑 我們中文翻譯都叫催化劑 所以可能使它變快 也可能使它變慢 這種東西我們餘律叫做催化劑 催化劑有一個最重要的一個現象就是 但是不參與反應 但是會影響反應的稅率 所以我們在講所謂的質量守成的時候 這就是催化劑最重要的一個現象 就是不參與反應 但會影響反應數據 所以我們在講所謂的質量守成的時候 好 很多人都喜欢来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 好比说,反应前,甲呢,是十克 就是克,反应后呢,是九克 乙呢,反应前呢,是语克 反应后呢,是两克 丙呢,反应前呢,是八克 反应后呢,也是八克 请问丁,反应前应该是几克 如果说,如果说是这样的状况的话 他反应前应该是零克 因为没有东西产生 对不对 反应后应该几克 来,看看 甲,反应前是十克,反应后剩一克 丙呢,反应前是五克 反应后剩两克 丙呢,反应前八克 反应后还是八克 那丁呢,反应前是零克 反应后是几克 对不对 反应后是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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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丁呢 所以,丁反应后一定是十二克 这叫做十两手 那丙为什么没有变 对不对 对不对 他是什么东西 催化剂 非常好 所以说他的反应是 就是甲,加,乙 丁当催化剂 产生第一 要解这意思吗 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面 不参与反应 不参与反应的意思是 反应前反应后 它的实量 不改变 了解这意思吗 嗯 然后,他这边用九克 这边用三克 丁呢,一定是十二克 那整个系统 整个系统 整个系统 不含 催化剂化 是几克 几克 十五克 对不对 所以说你只要加这两 为什么加这两个 最好 因为这两个是反应的 对不对 那 所谓质量守门 就是 反应前有多少东西 反应后有多少东西 这个东西 质量不会改变 这叫做质量守门 所以 有些人就会说 反应后 整个系统 整个系统 十二克啊 请你注意一下 现在还有三克 躲在这边 所以 不必十二加二加一 你直接把 甲杯 反应前的 质量加起来 就是 整个系统的质量 了解这意思吗 好 好 这是催化剂 最后一个呢 是 讲义上讲的 物质的活性 请 请各位 注意一件事情 来看这边 这一些东西 都可能是只发生在一个反应里面 也就是说 请听我解释 一个反应 它的浓度高浓度低 会影响到 它的反应速率 一个反应 温度高温度低 会影响到它的反应 一个反应 它的力竞大力竞小 会影响到它反应速率 同样一个反应 它有没有用催化剂 会影响到它的反应速率 同样一个反应 它有没有用催化剂 会影响到它的反应速率 这边一到五所讲的 都可能是同样一个反应 了解这意思吗 东西都一样 这些都是什么 条件 反应的条件 同意吗 这一到五都是反应的条件 那我为什么要跟六把它区分出来呢 六 请你注意 是物质的特性 当我们讲物质特性的时候 好比说我们刚刚讲的金 你放在那边 你不去用网水去泡它 它大概真的可以活一万年 你死了它 金子还不坏 所以说人家才会去盗墓 是不是 盗墓有没有去盗铁的 应该没有吧 没有 是不是 对不对 所以说要盗墓的话 绝对是什么 手上带的金戒子 手腕上带的桌子 身上带的铁子 这些东西 对不对 不会去盗那个品钉嘛 对不对 好 去第二个 你要来上课 哎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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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一下要把 你在这 没 不可 你什么 我满里我满里我满里 我满里我满里 我满里 我满里 好 嗯 哎 你手满里 这怎么回事呢 这重关了 没有 要被退走了 我都没有 我都没有 你也要死做吧 我呀 我要坐哪裡啊 每次一步組 欸我沒有一步 趙宗一定會很像這樣 趙宗一定會像那樣 趙宗一定會像那樣 是喔 我來做好怕的 他看他手錄 陳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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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一龍一頁 這對你很好 你要幫我切成 那你現在 她說她是男生沒有把衣服 後面那個這支沒有 這支也要來 這支也要來 我都要幹嘛了 後面的東西看不見了 我在想 還要來 她看不見 她看不見 可以跟這個 又有一個 也就有一個 又有一個 對啊 那個玉筒 好耶 可以從 到一個 有一個大餅 這個大餅 現在才會有一個 另外一個 我媽竟然自己跟媽媽都可以 你們在裡面不能夠啊 你們在裡面不能夠啊 怎麼了 你們也是 謝謝